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北京通州村民抵制強拆遭鎮壓 南京孫林被毆打致死 多人被傳喚或警告 米雷伊當選阿根廷總統 臺灣總統大選 賴清德確定肖美琴為副手 北京市通州區張家灣鎮的六小村棚改項目 當地村民因為賠償過低抵制強拆 11月17號 與強拆隊發生衝突 多位村民遭到警察抓捕 今年10月 村民們曾發起維權行動 消息卻遭到當局的封鎖 北京通州張家灣鎮村民因抵制拆遷 11月17號與拆除隊發生衝突 多名村民遭到警察抓捕 村民們曾經在10月發起維權行動 消息卻遭到當局的封鎖 你們也太貼過人了 你們大老百姓說話了 你們大老百姓說話了 你們現在辦的事不一 我們是維護我們這個的權力 誰能給我們解決問題的問題 據瞭解 許多村民不同意簽字拆遷 但是當地政府強行推動 18號開始 要求村民排隊拿號選安置房 此外 張家灣鎮政府還被舉報 在今年6月9號週六發公告 要求一家民營企業限期拆除 公告中說給予60天的行政訴訟期 6個月的法院時間 卻言而無信12號就來強拆 張家灣鎮人民政府 勿用第三方這些保安來違法拆除 我們10名商標企業的房屋 完全在不合法的情況下來拆除 沒有通知房主本人 據瞭解六小村宅基地補償價每平米為5000元 而通州房價起碼每平米4到5萬 據北京市民郭先生透露 北京農村自建房幾乎沒有房產證 老百姓想辦證遭遇各種刁難 拆遷方就以無證為由 前方百計的降低補償價格 今年6月 張家灣鎮政府發布張灣鎮村 麗禪安 唐小莊 師員 寬街 南徐廠彭護區改造項目搬遷公告 11月13號官方公布該項目安置房有4979套 新潭記者雄斌 黃雨寧採訪報導 南京異議人士孫玲日前一次在家中被國保毆打致死 而針對這個死訊 一些進行轉發或網上評論的人士 遭到當局的傳喚或是警告威脅 旅居澳洲的民運人士孫立勇 日前接到孫林至親的短信息說 著名的南京異議人士孫林先生去世了 具體死因正在核實中 孫立勇隨後向新唐人表示 孫林11月17號突然去世 疑似在家中被國保毆打致死 有南京市民表示 得知孫林的死訊後 他在群裡轉發消息 結果被傳喚到派出所 安徽合肥著名異議人士沈良慶也在推特上通報說 警方為孫林死亡事登門警告 不許妄議 要求刪帖 憤而答覆 朋友死得不明不白 還能不讓人說話 事實部分 我們只是轉發來自死者家屬資訊 死亡原因要司法調查 湖南異議人士迷迭香女士則通報 我上午也接到通知 不可發聲 不可去南京 被我拒絕 孫林1955年生 網民節目 曾經擔任南京今日商報社大都市專刊主編 因文章真編時必被解職 2007年由於在天安門錄製上傳一段視訊被判刑4年 2016年被指控在網上發布政論性文章 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又被判刑4年 新唐人記者陳傑、李珊珊、陳傑採訪報導 阿根廷週日舉行總統大選 由保守派的自由經濟學家米雷伊勝出 曾經公開批評中共的他 強調會與自由民主陣營結謀 並宣誓要讓阿根廷脫離貧困 重新成為世界強國 阿根廷19日舉行總統大選 身為政治新人的自由經濟學家米雷伊 最終得到將近56%的支持率 以黑馬之姿勝出 成為阿根廷未來四年的新總統 他在勝選的演說中宣誓 也讓阿根廷脫離貧困 重回世界強國 米雷伊的競爭對手 同時也是阿根廷現任經濟部長的馬薩 已經承認敗選 並祝賀米雷伊當選總統 另外包括阿根廷現任總統菲蘭德茨 美國前總統川普 巴西總統魯拉和前總統波索納洛 以及多位南美洲國家的總統 也都向米雷伊獻上祝賀 米雷伊多次表示 自己的外交路線 會親近美國和以色列等自由民主國家 並且不會與共產主義國家結盟 他還曾經公開批評中共政權是殺人犯 並說要凍結與中共當局的關係 由於阿根廷目前陷入經濟困境 包括國庫空檔 限下國際貨幣基金440億美元的債務 以及將近150%的通貨膨脹率 使得米雷伊上任後 不得不面對一系列的問題 而他先前也提出許多對應的政見 包括關閉央行 以美元取代批索作為官方貨幣 並誓言停止阿根廷毫無節制的支出 清潔野太電視林玉堂 李毅宏綜合報導 中華民國副總統、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當地時間週一上午在臉書發文說 他下午將正式向國人宣布 邀請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蕭美琴 擔任他參選2024總統大選的競選搭檔 賴清德在臉書發文並分享兩人2020年 在美國林肯紀念堂前的合照 背景是華盛頓紀念碑 賴清德說 這是象征美國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價值的殿堂 當時他們可能都沒想到 正開始蔓延的COVID-19疫情 即將影響接下來世界各國的每一個人 更造成了後續台灣與其他國家的互動關係變化 賴清德肯定蕭美琴是國家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 他說相較藍白河造成的紛擾 賴消沛是眾所期待的決定 也是最好的決定 以色列駐美國大使赫爾佐格週日透露 為了換取人質被釋放 以軍可能暫時休戰幾天 他表示大量以色列人質可能在未來幾天獲釋 華盛頓郵報週日透露 美國正在努力促成以色列和哈馬斯達成一項協議 即哈馬斯釋放在加沙被扣為人質的數十名婦女和兒童 作為交換條件 雙方停戰五天 這將有助於向加沙平民運送緊急援助物資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獲得一大多數的侵犯 在未來的日子 赫爾佐格對美國媒體透露 以色列正在討論暫停戰鬥幾天 以便可以救出人質 但他強調 這不是停火 赫爾佐格同時重申 以色列不想佔領並統治加沙 摧毀哈馬斯這部恐怖機器是以軍進攻加沙的目的 自10月7號以哈衝突爆發以來 已有約240人被哈馬斯劫持為人質 新唐電視台記者《易靜》綜合報導 週日 烏克蘭首都基辅已經連續兩晚遭到俄羅斯無人機的襲擊 這是6週以來俄羅斯發動的最大規模空襲 烏克蘭官方週日表示 俄羅斯當天凌晨對基辅發動了無人機襲擊 近10架無人機在基辅及其郊區上空被擊落 這已是俄羅斯連續第二晚對基辅進行無人機空襲 基辅軍事管理局局長波普克在社媒發文稱 敵人的無人機分多組出動 從不同方向對基辅發起一波又一波的攻擊 同時不斷改變沿途的移動方向 目前沒有重大損失和人員傷亡的報告 俄羅斯方面也沒有對此發表任何評論 就在前一晚俄羅斯向烏克蘭多地發射了38架 伊朗製造的沙赫德無人機 其中29架被烏軍攔截 烏克蘭官方表示 俄軍無人機在週六夜間的襲擊導致該國南部 東南部和北部400多個城鎮和村莊停電 這一輪空襲是六個多星期以來 俄羅斯發動得最猛烈的一次無人機襲擊 去年冬天俄軍用數百枚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了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 導致數百萬人在寒冬中失去水電供應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易靜綜合報導 週日 日本海軍陸戰隊在最易受中共攻擊的東海邊緣的德之島 進行了軍事演習 為歷時11天的系列演習畫上了句號 日本陸上自衛隊駕駛兩棲作戰車或乘坐半充器橡皮艇 從停泊在近海的兩艘海上自衛隊的登陸艦上出發 登上島嶼西南部海灘 軍用氣墊船運載重型裝備上岸 自衛隊聯合參謀長吉田歸秀將軍表示 演習的目標是讓國防自衛隊在出現被襲擊的緊急情況下 能夠採取聯合行動應對 當初的防衛作戰 空艇作戰 水陸漏洋作戰 そして航空機的機動分散運用 更是負傷者的治療抗争 這些訓練在此實施 這是日本國防自衛隊在全國為期11天的聯合演習的最後一項 整個系列演習 模擬保衛日本領土和基礎建設 包括核電廠 共有3萬名日本海陸空自衛隊人員 以及約1萬名美軍參與 建議與中共 俄羅斯和朝鮮的緊張局勢加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12月公布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日本最大規模的軍事建設計畫 承諾在5年內將國防開支翻倍 未來幾年日本將開展更多軍事演習 其中包括美軍的參與 新潭記者徐哲榮豫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新三北海道近海近城 六點零地震 日本氣象廳未發海嘯警報 上海多名萬聖節角色扮演者被抓 騰訊抖音遭約談 2024年總統大選的州州長宣布支持川普 普丁將參加劇團體視訊峰會 歐歐戰來首度同框 西方領袖 六成民意下架民進黨 賴清德指是在野選舉謊言 歡迎回來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週日出席高雄市信賴台灣姐妹會成立大會 指出在野反面解讀民調 稱六成民意下架民進黨 但實際上民進黨相較在野兩黨 獲得最多的民眾支持 賴清德穿上粉紅T恤 系上彩色絲帶 出席高雄信賴台灣姐妹會成立 要向在場支持者破除四肢而非的選舉 預言 尤其是六成民意下架民進黨的說法 實在也反面解讀民調 說有六十幾塊 要下架民進黨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會主持台灣 無論多一個民調 全國民眾 問你說你希望 賴清德指出 事實是民進黨才是最多民眾希望執政的政黨 否則如果用在野的邏輯 只有兩成支持的國民黨 那一成支持度的民眾黨 就被高達八九成的民眾所反對 是聯合主要的民眾 我們大家主要的民眾 準戰白熱化之際 二斤的話解在野輿論攻勢 要全力反擊 現場列視台灣高雄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金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將赴德國設廠 提供德國當地學生來台實習機會 報名相當踴躍 超過預定名額 預計招收30人 結果超過百人報名 明年初這些學生將啟程到台灣學習半年 歐盟2022年對中國貿易逆差近4000億歐元 歐盟成員國擔心 中共三綠色供應鏈佔據主導地位 特別是電動車電池 太陽能和風電等領域的關鍵原料 歐盟10月先對中國低價電動車 展開反補貼調查 後來又加碼對中國的二氧化態 和建築高空作業平台 展開反傾銷調查 蘋果公司和幾家大型娛樂公司 暫停了在X平台上投放廣告 先前X平台的東家老闆馬斯克 因為一篇被認為是反猶太主義的貼文 遭到白宮批評 不過馬斯克表示 要對攻擊X平台的行為提起訴訟 美國太空業者SpaceX 在18日二度發射無人太空船星艦 首度飛上太空 但在起飛幾分鐘後爆炸失聯 不過相比上一次試飛 此次發射星艦飛行的距離更遠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紐約慶九評共產黨發表19週年 三退成明星所向 週日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在美國最大的華人社區法拉盛 舉行了慶祝九評共產黨發表19週年的活動 來看記者的現場報導 裸鼓喧天 熱鬧的武師慶賀 今年11月19號是大紀元時報系列社論 《九評共產黨》發表19週年 自從九評面試以來 在海內外掀起了一場精神覺醒的三退大潮運動 至今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已經超過4.2億 退出中共黨團隊的邪惡組織 一位民心所向 一個全民唾棄中共政權的時代已經到來 紅牆集結束 退出中共保平安 《九評》的寫作水平非常高 它不僅列舉種種反人類罪行 而且它把這個極權主義的這種根源 對人類造成的種種豪傑 種種罪惡 而且它把罪惡的根源給刨根 刨了它的根 挖了它的祖父 許多中國人和海外華人 因為閱讀了《九評》 而覺醒退出中共組織 三退人數突破1億用了6年8個月 突破2億人用了3年8個月 突破3億只用了35個月不到3年 而突破4億人用了4年4個月 感謝《九評》讓我成長 從一個菜鳥變得敢站出來說話 我認為認清中共很重要 真正認清之後 你就有天賦的責任 你就有無窮的勇氣 你就有無盡的方法 即使是你一滴水 你也願意賄賂滅共的洪流 在活動現場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容 向三名以真名實信 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華人 頒發了三退證書 了解到這些真相之後 我就覺得說人不能作惡 包括共產黨這樣做的話 肯定是有因果報應的 所以說我也是毅然決然的決定 退出中國共產黨 《九評》系列社論 曾獲得2005年美國亞裔記者協會 頒發最佳網絡報導獎 《九評》葉書目前已經被翻譯成33種預言 活動當天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的打倒中共惡魔真相車隊 也在現場進行車友 為民眾帶來一條條重磅信息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柯婷婷上鏡潘君 紐約報導 英國布倫海姆宮聖誕燈光秀如置身童話中 週六位於英國英格蘭牛津郡的世界文化遺產布倫海姆宮 拉開了年度聖誕燈光秀的序幕 一起去看看 18世紀修建的布倫海姆宮 是英國最大的建築群之一 這裡也是英國前首相 溫斯頓丘吉爾的出生地 穿過由數千顆螢光燈 組成的新型拱門和小鏡 徜徉湖邊 星光點點 燈影婆娑 聖誕宋歌盈繞 節日氣氛撲面而來 這是我們的最努力的展示 混合著新的展示 與火牆牆的古典 和美麗的光燈 和美麗的光燈 超級美麗的光燈 超級美麗的環境 我非常喜歡水泥 和美麗的風景 可以坐在那裡 還有星球的風景 很美麗的 古老的宮殿內部房間 也被精心裝飾成 童話故事睡美人的場景 王子設法穿過叢林 進入城堡 深情一吻幻想公主 沉睡中的每個人也隨之蘇醒 聖誕彩燈將持續到明年1月2日 預計將有30多萬遊客到房 新唐記者徐哲 池小琴綜合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 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2023年11月20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2222萬9397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7629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